台湾泡泡走了解台湾的文明和文化以上好 大家好 我是余夫 我们今天要来说台湾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 欺盘能唱 能听 欺盘不是刻盘 是歌曲的曲 叫做欺盘 欺盘其实我所谓是曲骨胖 就是选日本未来 返回我们台湾 有人说日本未来不是说雷克堡 雷克堡是欺贝人 但是早期来到我们台湾的唱米公司 是有一间美国有名叫做克隆比亚 克隆比亚就是哥伦 我们现在反作哥伦比亚 但是日本时代不是反作哥伦比亚 叫做古伦梅雅 古伦梅雅 我有怎么在说的时候有人在笑 我反作 翻译错误 这不是我反的 这是时代 日本时代台湾人说古伦梅雅 不是歌伦比亚 古伦比亚就没什么样 这是古伦梅雅 比如说你如果是看日本时代台湾日语新报 你要看到日语新称就是说 有一句话叫做矛断 就是头矛 逃门 逃门 断起了 就是矛断 那矛断是什么意思 矛断叫做Modern Modern就是现代 比较时髦的艺术的地方 所以古伦梅雅是在东西 是由日本人 因此到日本来 然后再来台湾 来到台湾的时候 叫做旭音器商会 以前他们干清时有日序 那么那时人家做这些手品 你若是做一种外国的 就说做美国的 做什么国的就没人听到 如果做日本的 因为人口不是盖嘴 所以想盖嘴 人口要听 其实是客家 客家就是我们当地 我们自己台湾所出席的英国 才可以让人更欢迎 就是比如说客家巴音 还有什么一串年 什么大堆 所以也许 这些手品来到台湾 也许是我们台湾 本土的音乐 比较少的反映 咱继续来看看 这段有所盖嘴的领评 这是台北公会人的 真正风 我们要去找找日本时代台湾的 第一间手品公司 叫做古伦梅雅 你再会去青春 有牙火 有牙火 这种台湾刀吗 没问题 它的刀刀就是 幽到 Colombia 古伦梅雅 所发现 这些刀 幽到 那时尚几 紅的刀刀 顺顺顺顺 幽到 由古伦梅雅的文芽墓上 有酒店王所展出 现在我们先来找找 古伦梅雅的文芽墓 到底是在哪里 这些刀刀应该是 为公会人的头前 永水街 看尾博爱路 那个方向去 看得到 骗甲鸣 Colombia 这几次 公会人头前 就是现在的永水街 后来注意看 原来就是 红色的热档 这个角度 在日本时代 是这样 这些不容易上去 的第四间 就是文芽墓楼 所以 我们现在还要去 永水街 里面 找到古伦梅雅 那个时候的 录音声 这间以前叫做 雕风卡比 他的山楼 最近最多是 露音色 这个 阿阿阿的小帅哥 就是 欧北联亚时代 有名的 阿阿仔 还有一个 所在 在 恒阳路的顶管 这是日本时代的 榕丁 也就是 现在的 恒阳路 这有 一间 古伦梅雅 的 精心 叫做 舒适会社 日本 旭音器商会 这间 野间的照片 有看到 他的 脚白 我认真 会出 他的 威力 大概是 在 恒阳路 什么 所在 应该是 在 重庆南路 跟 恒阳路口 附近 大概是 在 恒阳路 25号 焦白一下 万宝 的 主席 网友 他还有 一间店 是 在 重庆南路 的 热天地 这是 另外 一个角度 看起来 改称是 重庆南路 一段 31号 那么 我们就 现在 来 看 现出 是 变得 安装 咖啡是 35号 中华 云朗 是 27号 这两棟 中间的 房子 都 丢了 料了 刚刚 大家有看到 你看 他 其实是 在 恒阳路 上面 这边 是 重庆南路 你有 我 有 这两森 一个 客家庭 客家三口 这位 米蕾 小姐 都在唱歌 那么 旁边 有一个 他在 担 这就是 客家 客家 巴英 就对了 有一个 诗意 让大家了解 那时候 买 欠缓 的人 是在 欠缓 在这间 这间 现在 跟什么 买 什么 人 老 社会 你 让我 去看看 好 来 我们就 说 另外一种 来看 协民进入度 这位 这是一只高 在这在听 流声机的 拉伯 这是在 文鼎流声机博物馆 那是在台南 这只高 什么事情 这只高 本来是 因为 他的主人 过生气 以前 他的主人 有一个 很爱听的音乐 结果 这只高 听到 那个音乐 他主人 过生气 以后 这只高 盖上是 音声机 把他 生气 用起来 伺 就对了 那么这只高 听到这个音乐 很开 他的主人 所以呢 他就在 很好的 行人 在听 所以 这个 变成是 全世界 一个商标 非常有名 的 胜利牌 来 坐会看看 今天 特别要来 参观 这间 流声 博物馆 这是 苏仁 博物馆 三地利空 二零二零一开幕 今天 我一群人 特别来到 这个所谓 参观 我家 这 我这个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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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唱片 还有 有很多 人 爱这种 唱片 一路 有电视 后 一堆 黑椒唱片 改造 优优优优独播 优优优独播 优优优优独播 这种照片 照片 在最后 音乐盒 2点半 2点半 下3点 4大全票 好 好 一路 咖啡店 会分一期 做得不错 好 前面是刮什么 刮 刮 上面3罐 2到4楼 咖啡店 打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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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开了开了开 这些我们在这儿 摸到 破5罐的关键 就是打品牌 然后开始卖 那时候应该是 台湾内向最有名 品质最好的 这是真正气的 打零牌唱剧 台湾式的老唱剧 大概都是打零牌 因为其他的品 因为他品质比较好 所以都还 这是旅楼 旅楼是整个最最高点苦 所以 的话应该是 八色木头 那这个木头是 因为木头不容易做 木头你要去把它 弯成 弯成这个 而且它这个木头是 橡木 它整座都是橡木 它一来 像我们这个座 有的都是分开来做 可是它一出厂的时候 它就是 它就是 整座就是完整的 通时差 它不是说我坏了换你 你坏了换我 那你像是音轨 怎么 它通时差 对 它就是因为它利用那个时差 所以 通常像这种上面 它会用比较小的 让它这个差 比较不会那么大 双声道 stereo 不是moral 一个声 左边 一个高 一个低 不是单声 还是立体 所以这个是算 环绕立体 所以那样就对了 它其实 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什么杜比 还没有什么stereo stereo 大概1940年 后面才有一个 但是他们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这样的声音 然后最早它是用滚筒 滚筒它每一个针 就用每一个针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对对对对 其实现在的音乐也是针 哇 这个超美的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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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12片 对 它可以自动 自动换 它自动换 就像这样它可以自动 好美的 你只要那个 那个 那个你发条 发条 拉好的之后 它就是自己一片一片 接着换 嗯 然后因为它很精密 像这个都属于 它都 这个都没有电 所以它都靠结构之间的 的那个坎盒嘛 我一个带着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户外管风琴音乐盒 原地一百万五年 和一九一空年 在世界普兰海电厂 结果今天虽然音乐盒 一定没弹啊 如果动作技能品 那也是很受欢迎 所以就要天井 这个天井的时候 应该就是把老屋拆掉 然后变成水泥物 然后就是留下这个天井 其实看到我们这个屋顶 它声音可以被录是 艾迪生的功劳 嗯 那艾迪生他也不是特意 要念性质的嘛 他只是对着这个 然后对着他念 他念了一首 他把歌出来的 对对对 他就念了一首 那个玛丽的枝小绵羊 就录进去 欸真的一波 声音就出来了 就一试就成功了 所以呢 才慢慢的 这个成功了之后 才要去发展 歌曲啊之类的 他只是做一些声音的流程 那有一个就是做 语言学习 就是在比较有用的部分 就是做语 那个还可以用 还可以 不过这个不是他的 这个是复制本 嗯 复制品 因为他的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国家历史博物馆 那今天之后 我们才开始听到 外地的声音 我们开始有机会去学习 像他这个就是说 哦好 我现在想要学西班牙语 他就寄给你一个西班牙语 路号的音筒 跟一个空白的音筒 那你就去听 他可以先用这个听 听完了之后 他会给你书 然后你现在都学会了 你会念了 你再用这个念 那就换成那个空白的 然后好 念完了你就用这个 邮寄给老师 以前 以前都要靠邮寄 这个一页往返 可能就一个月后的事情 然后老师看了之后呢 就会给你评议 就他就忽然临机一动 就问那个黑人说 哎你要不要来我的办公室 路级卷录音办 我来卖看看 嗯 那以前这个滚筒 他一次只能录一滚 录一筒 他这个滚筒 其实他的文路 就跟那个唱片一样 嗯 他跟唱片一样 他就是纹路 这个都是一次刻录哦 嗯 嗯 所以他没有办法处置 他没有办法处置 他没有办法处置 所以那个 我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来 找个耳机 对 他可以 他可以 很贵 第三个他只能唱两分钟 所以艾比森就去 这叫做Blue Amber 所以他就去发明了 这种比较特殊的材质 这个可以唱四分钟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到尾端了 然后这台是可以自动 可以自动换片 哦 他就十二卷放着 好你选我两分钟太短了 我就那么自动换片 你可以四分钟还可以十二片 来 这家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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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叫他胜利狗 Nipper Nipper的主人过世之后呢 主人的弟弟就继承了Nipper 跟这个流声器 是你 那有些弟弟也很想念哥哥 就把哥哥的录音带拿出来放 然后听 结果这Nipper听到了之后 就跑过来 就坐在那个流声器前面 对就用这个表情 就是充满如性怀念的 真正的听 静静的听 然后这个弟弟说 哇 原来你跟我一样想念我的哥哥的 直接使劲 哦 但是这样子很容易把唱片 压坏掉 唱真的也没有 有有有 唱真的在这边 在这个下面 然后后来才唱币才出来了 然后到 哪一个是唱币 这个是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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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是唱币 哦 手背的背哦 唱背 哦 所以哦 这个喇叭也变成是音箱 对对对 就没有 我们等一下三点半有 固定会有小剧场 他们就会去播 一台类似这一项 可以听到 那个声音其实很 噹 早期的电视 早期的电视 这个音响也都是四只脚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义国风 所以在英国卖的就是 哎 这是东方的图 而且 然后英国人还把 他对中国最大的认识是什么 中国人吸鸦片 他卖了很多鸦片给我们 还在上面 还在上面 哈哈哈 他有声书 对 就是上面可以播音 他这个图片就是一个滚筒 哦 就是一个滚筒 一个话筒 就很像那个胶卷 他那个很像我们的唱片的 那个胶卷 然后他在播的时候 会带动这个滚轮 所以 所以他的声音跟图片 就可以同步 哦 他这一台卖得很好哦 然后我想说奇怪 这个那个时代 这个为什么会卖得很好 那我就想说应该很多有钱人 他也要炫富啊 我今天 我要去你家哦 我带流声机去你家哦 哇塞 是不是觉得 我带流声机 出了很好的 之后 输给了Belina的圆盘 然后他要做圆盘 他说爱迪生一出手 他就要做更加不一样的 嗯 他的流声机 他不用铁针 他用钻石针 嗯 然后这个钻石针 其实我们那个铁针 我们每天都要换 哦 每天都要换 会变形 变形会割坏唱片 所以我们都要换 那爱迪生他用钻石 他用钻石 所以我们正为钻石疗声剂 而且他的唱片 你们可以看那边唱片 特别厚的那个就是爱迪生 他又用他的特色的材质 因为 所以当初他就是输给人 他说两分钟四分钟 结果 所以他说我用的这个 我的唱片呢 是你们唱片的1.5倍 你唱四分钟的我就唱六分钟 因为他厚度比较厚 然后他就是可以刻的比较深 然后他可以刻的比较细 他用他自己去发明 比较特殊的刻法 就是 所以科学家做的东西 他都是很好 但是 其实他都没有很赚 最大的虫焦 虫焦 就是一种胭脂种 它的分泌物的粘稠性很强 他是可以唱电器录音的唱 比特 比特 他跟RCA后来并了 他还授权给RCA 他这台出来之后 很多广播电台都用他来播 因为广播电台 我今天可能要播第三首 人家来点唱 我要听 趕快放到第三首 我就放到第三首 我就可以选到 你这个地方 像这种以前这种唱头 你要选很难选 所以这台出来的时候 全世界的广播公司 全部都用他 所以他几首 这样一面几首 一面你要看歌音的长度 早期都三四首 那你怎么知道去找第几首 怎么去找他 等一下楼下我拿唱片给你看 他一轨一轨 然后他是用马达直接驱动 但是他马达直接驱动 他在美国 他这个SP10 这台卖出来的时候 在美国卖得特别好 那Tennis他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日本也没卖那么好啊 欧洲也没卖那么好 美国卖得特别好 他们就去美国 就去拜访金箱商 他说你到底是 你都卖到哪里去的 他说我都卖到夜店跟酒吧 他说 生活形态的不同 没有 他就带他去看 因为他开发这一台唱机 他是要放在客厅里面唱的 结果年轻人都把他拿来刮片 因为他是皮带 他是马达驱动 皮带不会掉嘛 而且他比较稳 他就连个人在那边 结果原来DJ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世界最大的乐器公司 他们做游升机做什么做很多 那他们那时候也做很多电唱机 但是后来他想说电唱机 就一去不顾完了 所以他们老的工程师 退休之后都没有再培养新的 那后来黑箱回来的时候 他们请了一位退休的工程师 回来说想要妇科这一台 那时候我们也担心 那时候我还在那边当业务客长 我们的人就说 不要接不要接那台我们做不起来 全部的人都反对 但是我说要做 做不起来也要做 因为我们现在只做到七十分 YAMAHA这台是一百分 我们不晓得七十分跟一百分差在哪边 其实我不成功了 我可能做到八十分 那至少我也提升到八十分 通通都是给点唱机差 钱在哪里 六仅 六仅要是六 我记得有五仅 对对对 七仅 七仅 五仅 我们称为盘代 盘代它的音质比黑胶还要好 所以我们再录CD 录黑胶 对它母带要用这个来录 都是用这个 专业用会用这个 对对对 我先用它录成母带 像邓丽君 现在很多邓丽君 我们楼下还有卖邓丽君的唱片 那个都是因为他母带做得很好 而且保存得很好 所以他用母带去搬模做唱片 Walkman 他们小时候学英文都是这个 对了 然后当时 你为什么已经有呢 其实第一个就是 雷射头 我们跟大陆买一个才四块钱 我的成本 好怀念喔 真的 变成历史了 是想听 对对对 就是他们 就是有一些像 像 呃 拣出来给 他来听完导演就说 欸我有一些瓦工给我的唱片 我都不知道不然可以 好 他就捐给你们 对啊 他是用 声音从那边来 对 他的声音就在下面 然后他就 他直接 识音之后 就利用那个 那个词 然后把它放音 他是个斜坡 这个斜坡其实是 让他 对 让他声音在里面 共振回馈的 出声 那就是让人家可以体验一下音乐 哦 我 我就是DJ吗 对啊 对啊 你们应该认识 年轻人基本上都不会出声DJ 因为 呃我们从 唱 因为达尼牌不做了之后 就开始做外销 那其实外销很多都是DJ DJ一直在用 他们刮盘在用 但是DJ慢慢的就是也开始现代化 后来唱盘的 会刮唱盘的其实很少 嗯 叫什么名字 安平追将心 对对 你们听得懂 至少你们可以哼出来 现在年轻人都不能吃这首歌 我们台湾是一个博地 所以我们出了很多很好的流行 音乐的音乐家 那么有一个位 当然我们最后的名字是邓宇贤 但是有一个位 他比较现代的叫吴敬怀 这个呢 是他在台南 那么吴敬怀呢 他现在他的古今 一定去到两次 他这个是他的音乐纪念 你还记得有一条歌呢 叫做 《寓宇贤》 我们还记得 那就是他的作品 他不是这样的音乐作品而已 还有很多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带你去他的音乐观看看 你看他都唱 做很多情歌 对吗 有 有上司的 有心愿的 有欢喜的 有希望的 这应该很多人都唱歌了 台湾啪啪走 了解台湾的文明家文化 你最后大家好 我许一夫 来 现在带大家来看看吴敬怀的 他这是一个 天庭的农村的这种建造 就是三合院的形式 而且他这边有两个出手 你现在来到这 就这头上有一个 吴敬怀的当中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这样走在里面 他这整个里面 全部都是放到他的这个 以前旧的胸皮囊 補到他的这个 以前的这个银角 他对我们台湾 本土的这个瓜谣 他说很非常高 他一世人 創作了两百多首的这个角色 就是包括 差不多在说的那个 农村是鸾 还有一首说 晚上的月 还有一首说 银角色也是你一人 还有嫁不到人 当然你这样去瓜 差不多的人大概 都 这个银角都没听过 在这儿如果去卡拉OK 一定想想要唱这些瓜 就对了 那么落前 因为是 变缀是这个 吴敬怀的这个地方 你如果去他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是去他的这个银六天 他旁边还有各种 玩乐的这个景点 都可以去参观看看 好来 咱来作为看看 吴敬怀的纪念观 甚至是什么 这所在叫做 牛羊火烧炼 这是我们台湾银角大叔 吴敬怀的国庸 请付宝镀 有什么 好 在炒地呢 摇吃牛羊就是炒地啊 以前炒地啊 好 你来看看这个 烧炼 这儿已经在这里 我靠着了 一枕啊 一枕啊 看起来喜欢 三河月 气质 這是吳敬懷他們的古茶廚 2012年的六月給他福建完成 這裏面又特別有過這個 吳敬懷的音樂館 建築流營吳敬懷故居 吳敬懷的當上在20010年完成 吳敬懷一生中創造了200幾歲的顧客 台語顧客割到日期差不多一半 這就是台南的五台金宮 他們改的五台金宮 新鮮的苦酒 紅一風 門下 和紅麟 這間一拍就看到這個五位 在台南出世的音樂家 她的有名創造包括冠仔娘集團 暗淡的花 可愛的花在愛情的內容 比較少也是你一人 很多很多到現在都很受歡迎 十二歲 十二歲的時候 安靜懷為了公學校 不怕 就割到她的好朋友 過青爪 兩個住到三百塊 走去日本想要學生 但是到了日本才發現說沒有別人 所以早逃無路 好 好 我知道朋友集團親家的幫助 才有時間繼續去學校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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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安排她去慶應大學 學校 學校 但是她實在非常熱愛 從本去到學衣 走去日本花藥學校 學校 最初就決定了 她醫生專向音樂創造的人生 那時候她的基德高修 叫做古賀正南 她是日本花藥界的代表人物 同時也打了她基德的基礎 現場競然有一本古賞婆 可以給我們現 正常版的相簿 這是五進華人先生的爸爸 她以前就是在日本時代有做藥 所以這裡 總會變成圣銀刀就比較會過 比較好 有土地 加水這麼好 她的銀刀感到錢 就能讓女兒去日本留學 所以她的哥哥 她是最小的 她的兄哥 她都一個一個去到日本 讀書 做餘生 本來她的兄哥 我哪有跟她安排去讀青銀大學 她還要銀刀 就要銀刀 就要銀刀去 銀刀這樣 你看這是她這間房子 1932年 這間大間房子 起床 起床 這間大間房子 這間大間房子 還要去海南島去做 這是那個 羅生生的結婚 賞品 她的動物 這個新的 牲林的人的心碗 我這是 銀刀的 人 我拆手想去 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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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 郭慶懷在日本 關於校學校 比拔後,總流在裡面發電。 而且,頂台演唱。 一九四年,二十五歲。 那時,太平洋戰爭募發。 由日本政府董環去做火電機。 一九四五年,日本導航。 一九四八年,三十二歲。 五進懷才得到頂台演唱的機會。 因此,頂台演唱兩年。 而且,由唱片公司做客。 注意看,五進懷時所留的頭髮是飛機頭。 《投票院》 後來一個和朋友做三人組合唱團。 拉丁三人合唱團。 他應該是多久,你還幫你來的 對呀 真正好,在日本唱了十幾年,祝受到歡迎 一久五千年四十一歲,他扮好之後所有的政經 回到他的故鄉,台灣 當時綜綜之後,很像冠仔細亂暗淡的月 這種流團唱歌的歌謠 一久六五年,他開始用到日本陷阱的價值方式 價值很多優秀的發生,譬如過近法 創一紅,丹芬蘭,小蕾豬,陽光,梁山,和王怡林 他的創作才華,越老越來越厲害 受到秋米公司的搖槍,退紅龍鴻、江飛和王怡林 下出很多筷子人口的歌詞 蘿芬蘭 打開去 誰成功 這是在高雄的金豆角戶 要怎麼說? 瓜那樣,他摔十七瓜 給你看他都做很多青瓜 有上新的、有失戀的、有發育的、有希望的 這應該很多人都沒穿過 七十歲之後,五十歲因為五歲了 所以慢慢的退出,結果 七十四歲時因為悉然不幸,接下來翁青 不過他的音樂一定英文換在台灣人的心中 我們知道現在台北車站二樓的微風廣場 他現在越來越多人 算是他有一大堆美食餐廳 那麼這裡的美食餐廳裡面 當然各種東西都有賣 這間賣的是卡拉麗 這日本人如果是吃卡拉麗 說起來就是因為他們當車他們的海軍 常常會生一種角氣病 生一種角氣病就囂張他 你知道嗎? 現在囂張他 垂波風華湯移 不然他說是卡拉麗 唯一就是咖哩 來咖哩最好 好來,這個故事是怎樣? 來的呢? 做看看 我今天吃咖哩飯 在火車頭里樓的微風廣場 聽說有這間是出了民地時代的避風 做出來的咖哩飯 比較深色的是這間卡拉麗 並不是日本人的支店 是臺灣人開的 這間店的故事是這樣的 在2022年的一個暗夜 創立這間餐廳的老闆店 在日本街頭的一間老廁店 既然讓牽牽牽牽到日本 冷地時代的實報 他將著實報帶回到臺灣 研究 而且照片裡面下去做 鄉處做出了一碗 日本古早味的卡拉麗 慢慢再開了幾個間的冷藏 嘗嘗 這個更好可能是豐厚 這個不夠 咖哩不夠 還可以去吃 這麼好 謝謝 這個你的叫什麼啊? 牛雞咖哩 牛雞咖哩 豬排 然後再搭配旁邊的小菜一起做想要 這個咖哩也可以再加嗎? 都可以,跟我們說就可以了 好,謝謝 欸,實在是有這個菩薩心嗎? 咖哩咖哩如果是吃不夠 大丈夫 可以不用錢加更多的咖哩 讓你吃得很開心 日本人會開始吃咖哩飯 聽說是和海軍屬兵的咖哩味有關係 後來經過的研究 說可以吃咖哩 可以控制到這種所謂的咖哩味 不錯喔? 去不吃咖哩球,我吃咖哩 我割了一個板子 喝醬 這個咖哩,咖哩好不好吃 喔,我沒辦法比一斤 喔 好 那麼現在咖哩跟咖哩營業 應該是咖哩 咖哩 咖哩 咖哩來死了喔 現在在台灣清水少年來開始 又進一步 說做得不一樣的咖哩飯 其中有一種叫做熟成咖哩 這是什麼東西呢? 小君姐,馬上來去看 喝湯開始 喝湯開始 湯不開湯了 要開始吃 要一嘴飯 一嘴咖哩 一嘴飯 一嘴咖哩 要這樣一嘴咖哩 一嘴飯 一嘴飯 台灣趴趴走 了解台灣的文化和文明 李雄雄 大家好,我是漁夫 來,我們來看熟成咖哩 這真的是不是 比如說我們去台南 要吃牛肉湯 那牛肉湯就是強調 它是當日現在的牛肉 所以它沒有經過熟成的過程 大部分就是 不管是什麼肉都一樣 就是要有一個熟成 包括魚什麼都要 包括雞 包括什麼 都要有一個熟成的過程 就是先把它放一下 讓它熟成以後再來吃 現在聽說咖哩也有這種熟成 這是什麼東西 做回來看看 在肉湯裡面 有很多在河嶺的味道 當然也要找到河嶺的人 來帶路 這間你不會咖哩飯 不過它是講到 你不會熟成的咖哩 菜式沒有太多 強調 東西好吃 比較重要 所以全身做幾項 這樣就夠了 對 這是什麼湯 壓骨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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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熟成 24休息咧 就是煮好放桂梅的意思 實際的咖哩 可以讓新的咖哩 不會讓人家死陷 而且還有一個甘味 最好是用老三七星的比率 下去調合 做多久了 快一年 三年了 三年了 一年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這個鴨鴨鴨是要做擺盤的配料用的 咖哩的菜式 看起來是羅門生菜 外帶還有特別包一套的菜式 蓋到水果 吃咖哩菜式咖哩飯的基本動作是怎樣 來 現在告訴你 第二 絕對不是咖哩咖哩咖哩 咖哩咖哩做一回 是一時飯一時咖哩 這樣慢慢吃 入廚才能吃出咖哩的味道 這就是咖哩本身的香味 現在開始要來擺盤了 咖哩的英文叫做咖哩 相信很多人都吃過印度、泰國、泰國、日本的咖哩 但是為什麼是咖哩這兩次呢 聽說它原來在印度裡面就是醬料的藝術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咖哩 英國人的通知印度是最 最適合英國人口味的印度香料 叫做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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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好是雞肉的咖哩 看起來就很好吃 一般 飯中通常都是一碗 不過煮飯的時候 他會先問你說 你飯要加比較多的嗎 這樣可以吃比較飽 再來這碗應該是開始在做牛肋條 炸 現在來menu的宣傳說 牛肋條是爺爺的最愛 小小的,我也做阿公 阿公來吃一吃,看不看有真的最愛的霧 這是我愛的,所以現在先喝湯開始 湯不可以喝了 來開始吃,要一口飯一口咖哩 一口飯一口咖哩,一口咖哩 一口咖哩,一口咖哩 一口咖哩,一口咖哩 口味有比較重嗎? 不會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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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阿 我對我來說,我真的嚇壞 沒有說很咖哩,我哪有錢 先讓它學到有中的 因為雞肉塊選得很好 雞肉怎樣 選得很好 雞肉塊選得很好 不會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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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這間為什麼要特別介紹呢 因為全世界聽說是最大聯手的咖哩店 真的有夠多 我會一年,我會記得我去雞肉園,應該是去民股屋 的時候 聽說呢 他的這個,我們說是一號店 一號店 就是一號店 就是在那裡 所以威憲阿 本來跟我們太陽兩人 又拚去一間 要吃一間 看看全世界聯手第一名的全幾間 嚇倒人 一定要吃看看 結果後來發聲說 我們每個都吃就好 好 來 看看這什麼給他做 在雞肉園裡面有一條美食街裡面 就有一間很好吃的郭郭伊茂牙 這個Food Court裡面 真的是非常有多景的餐廳 讓我們可以選擇 美食街裡面 是世界最大的聯社產家職業 在2004年 達成了一千間分店的鬼魄 創辦人叫做中式得二 於1975年的時候開了一間咖哩店 咖哩店裡面的咖哩飯特別受到歡迎 美食街裡面個人很多 有名的餐廳 有這間蜜蜜蜜就是鰻魚飯 這間雅巴東的味噌咖子衛生豬排 非常有名 不過現在我們要來吃的是 伊吉邦牙的咖哩飯 在這裡還可以坐在餐廳裡面 看到給人家去吃下去了 這個叫什麼名字 這是野菜和餐廳 餐廳 家裡有的菜 這有咖哩 豬排 野菜我們叫兩份 一份肉在餐廳 我幾 一千二百二十二塊 這樣代表多少三四百塊 沒有啦 三百 三百 一百五十二一塊 一百五十二一塊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二一塊 來吃看看 四十塊 好 這位不知道要點咖哩飯 先走去北京點咖哩來吃 是不錯 是不錯喔 他們咖哩的時候 你如果不說 他們都用一些辣辣的咖哩 不是那種甜的 或是那種不辣的 都會這麼辣 其實是那個 這個 我已經開始了 在民國開始了 是喔 對啊 這是本期茶 這是玄米嗎 不是玄米嗎 不是玄米 這是五菇米 五菇米嗎 其實最初的 他有種到 他的陷害分成十塊 他現在能夠在二十分來 現在剩到一千三百克的兩次吃完 這樣就免費 現在娃娃要來好好享用 是在我年代 辛利 是一個很有名的 這種電気產品的企業 不過在我年代 它是叫做辛利 現在叫做索尼的樣子 這後禮拜 我們要來介紹 辛利文明堂 文明堂是在我們台北 只是說那個時候 這個文明堂 有培養出一個人 那個人後來 變成是台灣辛利的代表 另外還有一個 給這個劉山東的牛肉麵 這個很有名的 我們也是準備要來看看 OK 後來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我們後禮拜講 一個時間再會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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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